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草莓就在牛奶的后面 甜甜打开冰箱门一看 好多瓶牛奶呀 妈妈 您说的是哪瓶牛奶呀 妈妈说 我说的牛奶在西红柿的下面 这回甜甜顺利的找到了草莓 可真替她高兴呀 同学们 你们发现了吗 在刚才妈妈说草莓位置的时候 用到了一些词 比如下面和后面 那你知道和下相对的词是什么吗 对了 是上 那和后相对的词呢 对了 是钱 今天呀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上下前后 快看 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幅图 快告诉我 你都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一座大桥分了好几层 还有好多车呢 都有什么车呀 我们看 有轿车 卡车 大客车 除了汽车 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还看到了火车和轮船 这么多交通工具呀 你能用上下说说汽车和火车的位置吗 小红说 我先看的卡车 卡车在火车的上面 小红说的 你们同意吗 我们看 卡车在这里 火车在这里 确实是卡车在火车的上面 小明说 还可以这样说呢 火车在卡车的下面 我们看图 确实是火车在卡车的下面 同学们 小红和小明都说了谁在谁的上面 谁在谁的下面 虽然他们的说法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准确表达了 火车和卡车的位置 那么你能像他们这样说一说火车和轮船的位置吗 浩浩说 火车在轮船的上面 轮船在火车的下面 浩浩说的 你们同意吗 我们看 火车在轮船在轮船的下面 反过来就是轮船在火车的下面 这时 莉莉提出了一个问题 浩浩说的是火车在轮船的上面 可是 刚才小明说的是火车在卡车的下面 怎么一会儿说火车在上面 一会儿又说火车在下面呢 火车到底在哪里呀 小霞说 火车是在卡车和轮船之间 关键要看火车和水比 如果火车和轮船比 火车就在轮船的上面 如果火车和卡车比 火车就在卡车的下面 同学们 小霞说得真好 看来 河水比很重要 我们再看一个新问题 轮船的上面有什么 小红说 轮船的上面有火车 冰冰说 轮船的上面有汽车 同学们 你们同意谁说的 让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意见吧 他们说的都对 火车和这些行驶的汽车 都在轮船的上面 所以轮船的上面不仅有火车 还有汽车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的 真是会思考的孩子 这时果果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怎样表示这些汽车的位置呢 同学们 我们还能用上下 来表示这些汽车的位置吗 冰冰说 不能用上下来表示这些汽车了 可以用前后来说 在这幅图中 车头的方向是前 车尾的方向是后 现在 你能说说这些汽车的位置吗 用上前 用上前和后 小红说 小红说的正确吗 我们来看图 车车在卡车在卡车的车头方向 所以 车车在卡车的前面 而卡车在 车尾的后面 所以 车车在 车尾的后面 小红 车车在 车尾的后面 卡车在大客车的前面 绑过来还可以说 大客车在卡车的后面 检查一下 浩浩也说对了 这时 小明有话要说 我还知道卡车在车车和大客车之间 所以 既可以说卡车在大客车的前面 又可以说卡车在车车的后面 小红说 我还知道大客车的前面 有卡车 还有车车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还有不同的想法呀 刻下你可以继续给家人说一说 刚才我们认识了上下前后 那现在 看看你的周围 你能用上下前后说一说吗 西西说 我这样站着 头在上 脚在下 脸朝的方向是前 背对的方向是后 小童说 眉毛在眼睛的上面 嘴巴在鼻子的下面 晶晶说 老了就住在我家下面 我们再来看 有的同学说 沙发的上面有靠垫 有的同学说 我家茶几的下面有个小球 还有的同学说 我的前面是一台电视机 这一位同学说 弟弟很喜欢我 总跟在我后面 同学们 你们不但能仔细观察 还能用上下前后来表示位置 真了不起 接下来请你准备三样东西 数学书 练习本 铅笔袋 如果你手边没有这些东西 也没关系 你可以看着屏幕 和大家一起思考 下面我们来看摆放要求 把数学书放在练习本的下面 把铅笔袋放在练习本的上面 我先看第一句话 把数学书放在练习本的下面 所以我就先拿出数学书和练习本 然后把数学书放在练习本的下面 再看第二句话 把铅笔袋放在练习本的上面 看 练习本在这里 铅笔袋放在它上面 也就是放在这里 然然说得真好 这时 细细也要有话说 我是先把这两句话读了读 我发现数学书在练习本的下面 而铅笔袋在练习本的上面 所以练习本就应该在最中间 然后我就把数学书放在练习本的下面 再把铅笔袋放在练习本的上面 同学们 你们积极思考 想出了不同的摆放方法 真了不起 那么接下来我再换一种说法 咱们再摆一摆吧 把数学书放在练习本的上面 把练习本放在练习本的下面 同学们 练习本 练习本该怎样摆呢 田田说 把练习本紧挨着铅笔袋 放在它上面 壮壮壮壮议 壮壮说 还可以把练习本放在数学书的上面 这样铅笔袋也在练习本的下面 同学们 同样的摆放要求 你们能想出不同的摆放方法 真是爱动脑筋的孩子 老师为你们骄傲 我们看 这群小朋友在干什么呢 对了 他们在玩老鹰捉小鸡 你能用前后说一说他们的位置吗 田田说 小云在小华的前面 壮壮说 小平在小云的后面 在小华的前面 小鱼后面都有哪些同学呢 田田说 有小东小云小平和小华 小鱼后面的那位同学是谁 田田说 那位同学是小东 这时 壮壮有话要说 我有一个发现 虽然老师都在问小玉后面的情况 但这两个问题不一样 一个是问都有哪些同学 就要把小玉后面的这四位同学都说上 另一个是问那位同学是谁 说的是小玉后面紧挨着他的那个人 同学们 同学们 壮壮多会发现问题呀 相信你也在认真思考 那么你还能用前后说一说其他同学的位置吗 可后你可以给家人说一说 我们看这幅图 我们看这幅图 你可以从数学书第111页找到乌龟和兔子的图案 然后把它们剪下来贴在这幅图上 课后你可以用这幅图给家人讲一个归兔赛跑的故事 记得用上我们学过的上下前后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